郭先生 你好 你好 Lucy 各位觀眾好 這次光澤民死亡的時間的官方公佈 其實有沒有一些玄機呢? 還有現在 正常常常都知道 中國正在爆發一個白紙的革命 還有習近平的二十大就攬大權宇一身 其實我們首先很想關注公佈的日期 有沒有玄機 還有它是光澤民死了之後 對中國正局的影響 我覺得光澤民是11月30號中午死的 它收盤社在當日已經發稿 我覺得日期上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的玄機 現在在這個世界 已經是很少能夠是鼻不發喪這個做法了 還有 當然大家注意到 早兩個星期左右 有一些社交媒體接到通知說 可能要準備一些重大的這個事件 包括要用黑框這些東西 的確是有一些這樣的媒體收到這些通知 但我覺得那些都是因爲 江澤民在離流期間 大家都知道他快要走了 那個通知大概是兩個星期前左右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官方叫一些媒體做定一些準備 不是說那時候已經說他死了這樣的意思 發了通知之後兩個星期左右 現在正式 江澤民逝世了 那麼那個新聞社已經即時發出這個新聞稿 所以我不認為這個死的日期 有什麼特別的玄機 現在我覺得你很難做到 秘不發喪這件事 秘不發喪是封建時代的一些做法 或者是權鬥很激烈的時候的那些做法 現在在中國這樣的政治體系 我覺得不需要有秘不發喪這件事 所以我不認為發佈的日期有什麼玄機 至於說大家很關注的 說江澤民的死會不會導致 新一輪的群眾運動 特別是現在那個所謂中國 現在這幾天剛剛發生的白紙運動 有人叫做白紙革命 會不會因為江澤民的死 而增加它那個運動的能量 我又覺得應該是不會的 中國領導人死而觸發這個大的政治變局 歷史上是曾經有過幾次 一次就是周恩來死 1975年76年的春天將來死 引發第一次天安門事件 導致當年鄧小平下台 這個是第一次 第二次就是毛澤東死 導致整幫下台 這個是一場典型的宮廷政變 第三次就是1989年 胡耀邦死 就觸發第二次天安門事件 結果造成這個六四的屠城 歷史上就是中共歷史上 就有三次這樣的事例 這次這個 所以上次趙紫陽死的時候 當局都很緊張 怕會不會影響 又一次龐大的民主運動 但是結果呢 是沒事 這個群眾是聚集不起上來 到了這次江澤民死 我覺得呢 雖然說剛剛在白紙運動 那個期間出現這個死訊 但是我覺得它應該不會對這個政局 就是不會為這個白紙運動 是帶來太多的一個強化的作用 我覺得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江澤民任內 都是做出有很多錯誤的決策 比如鎮壓法輪功 這個是它有很重要的決策的錯誤 比如它和俄羅斯簽署這個新的邊界條約 這個新的邊界條約 實質就是斷送這個 就是這個 新的邊界條約 實質就是用一條新的平等的條約 來合理化、合法化 沙俄時代 強迫中國簽的所有的不平等條約 而這些不平等條約呢 是令到中國呢 是總共損失呢 是超過1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這個是一個 江澤民任內 一個很大很大的 就是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 但是這兩件大事 對於全國人民來說呢 都好像不是很多人 就是有感同身受的樣子 比如對法輪功的鎮壓 很多人呢 當時來講呢 都覺得我都不是法輪功 所以對法輪功被鎮壓呢 是沒有人提出 就是不是很多人提出這個質疑 至於說斷送領土這件事呢 就是更加少人知 因為大陸那種封鎖信息的政策 特別是有關邊界的新版 是封鎖得滴水不漏的 所以呢 就是根本普通群眾呢 很難從正常的消息渠道呢 是獲知這個事實 所以既然江澤民任何兩大問題 在內地的群眾圈裡面呢 都不會引起很大的反響的時候呢 他這次的死訊呢 我估計也都不會導致太多人的哀悼和惋惜 特別是在江澤民時代呢 他發明了一個政策叫做 悶聲發大財 在他任內呢 是這個中國 雖然一方面是帶領中國 進入這個世界經濟體系 因為在他任內呢 簽了這個WTO 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 所有中國呢 是能夠享受到 自由經濟所帶來的種種的好處 同時呢 也都是孕育了很多貪污腐化的事 所以他任內呢 他一句悶聲發大財呢 實際上呢 就是被任了很多 直權力 而獲取私人利益的做法 所以大家對江澤民這一點呢 造成國內那個貪污腐敗的事件 那個嚴重性呢 也都是身受其害的 所以種種原因呢 我就覺得呢 他這次的世世呢 不會令人民覺得太遠色 從而走上街頭去悼念他 你跟周恩來不同 周恩來呢就是 因為他當年來講呢 是保護了很多老幹部 而且呢 而且呢 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措施呢 是 盡量呢 那個破壞性的影響 減到盡量最低 使得毛澤東的政策 那個傷害人的程度呢 是降低 所以呢 就是老百姓有油沖的理由 來悼念他的 是吧 胡耀邦呢 也都是 胡耀邦呢 是很出名的政績就是 是這個 平反大量的冤假錯案 和呢 是通過這個真理的辯論 真理標準的辯論 將這個毛澤東思想呢 是從這個神壇上呢 是請回來 就是看到呢 中國人民呢 能夠在思想上呢 是解除毛澤東思想的速波 那這個呢 對自己的分子來說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 平反冤假錯案 和呢 是恢復一個比較自由的討論環境呢 這個是令到很多人呢 是會對 胡錦濤 Sorry 胡耀邦 是有依依不捨的感情 所以他周恩來和胡耀邦的死呢 都是很明顯呢 是會令到很多 就是 在他政策底下受惠的人呢 是很依戀他 所以才有足夠的能量呢 是引起一場 就是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就是兩次天安門事件 都是這樣引起的 那 但是你輪到這個 江澤民呢 就是他的 他的政策 並不是說 是令到這麼多人去懷念他 當然大家都承認 就是中國那個經濟發展 那個速度 是很快的 而且這個 歸功於江澤民 期間呢 是加入WTO 但是呢 大家也都看到呢 在這個經濟急速發展的過程之中呢 實際上呢 就是權貴 和這個 紅二代 那些人呢 首先是富裕起來 而且呢 就是那個 貧富懸殊的程度呢 是急劇加速 是吧 所以呢 就是 基於這樣的原因呢 大家對江澤民呢 並沒有太多懷念的事情 是吧 所以呢 就是說 我判斷呢 就不會因為 這次不會因為江澤民死 而造成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至於你說 白紙運動 會不會值這個江澤民的死 而馮母欺上來呢 我覺得呢 也都不會 因為呢 在江澤民的死訊公佈之前呢 其實呢 中共已經做好了很多 做了很多那些 維穩的措施呢 來將白紙運動呢 那個影響是盡量的 是鎮壓下去的 包括 你比如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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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系統 在白紙運動之後呢 已經緊急召開會議 提出 要排查所有的 參與這個 這個白紙運動的人 特別要找出 背後的組織者 而且呢 也都開始把 輿論的矛頭呢 指向 指向海外 指向香港 政法委 已經做好這些 預防措施 來將這個白紙運動的影響 盡量鎮壓下去 所以呢 再加上現在這個死訊 傳出來的時候呢 他們會更加緊張做這方面的 預防工作 所以我就覺得呢 就是這個 這個 江澤民的死訊呢 不會 為內地的群眾運動呢 是帶來任何的 就是這個推動的作用 我想問 陳先生一方面 有多關注 那個中國大陸的白紙運動 的發展 你覺得會不會 真是 比較慢慢慢慢 撞起來 能夠開發結果呢 就 我覺得 就是 白紙運動的力量的積累的速度 是遠遠不及中共 鎮壓力量 那個聚集的速度 所以呢 就是 我會感到呢 這場運動呢 是很可能呢 就是 是經過短暫之後呢 就應該就會是 落幕的了 當然大家都會覺得很遠色 但是呢 在現在這個 內地 這個維穩的力量 超大的情況下呢 這個白紙運動呢 會最終呢 是走向平息的 我自己覺得 嗯 那這次見到官方對江澤民的評價 就很肯健的 就是提到 八九六四 春夏之交 那個 嚴重的政治風波 那大家都知道 那個是講的 六四的 六四屠神 中共鎮壓 那它這裡都提到 由江澤民同志擁護和執行黨中央 關於其積鮮明 反對動亂 捍衛社會主義國家政權 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確決策 這個是不是 為什麼它這裡要在江澤民的評價上面提到六四風波這件事的 這個是不是意味著這個責任 鎮壓六四的責任 江澤民都有份 如果有的話 那官方究竟這個好問意味著什麼呢 我覺得中共是一直避免將六四的責任 是歸結在這個鄧小平身上的 但是所有正常人 所有對共產黨有丁點認識的人都知道 沒有鄧小平的首肯 就不可能調動到20萬大軍進入北京進行清場 所以鄧小平的責任 是永遠都是沒有辦法推掉的 你中共官方 無論你的歷史怎麼寫 你的決議怎麼寫 都沒有辦法為鄧小平 洗脫他六四屠城的責任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大家不需要去懷疑 究竟鄧小平是不是有鎮壓六四的嫌疑 一定是有 他是元兇來的 但是為什麼在江澤民的死訊裏面 要補上這一段呢 我覺得是想慢慢把矛頭 不想把矛頭指向鄧小平 說成江澤民有份參與這個六四的鎮壓 實際上呢 我們知道江澤民 並沒有 並沒有 在上海期間 並沒有用武力 是鎮壓這個六四的學生運動 他有做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將《世界經濟道報》 是蓋了 大家知道《世界經濟道報》 當時是一份 很支持學生運動的一份 就是在上海出版的一份報章 那當時來說呢 江澤民唯一做的就是蓋了這份報章 蓋了這份報章 蓋了這份報章之後呢 就是激化了上海的學生 激化了上海的青年人 但是他們就想來 就是要跟江澤民理論這樣 但是自此之中江澤民並沒有出動 哪怕是民兵的武裝力量 來對付上海的學生 那所以呢 就是你要將六四鎮壓 就是跟江澤民扯上的關係呢 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他並沒有參與鎮壓的決策 他唯一做的就是蓋了這個《世界經濟道報》 而蓋上《世界經濟道報》呢 也都是 並沒有在上海 採取武力的手段 來打擊這個群眾運動 那之所以為什麼要這樣寫呢 就是因為他很壞不壞 他是第三代 他是在六四這個災難底下呢 是上來的 那你中共是都要 他都要講究他的合法性 就是他的合法性在哪裡呢 你不能夠說他的合法性 就是來自鄧小平的陰點 當然大家都知道 江澤民想到北京做 就是鄧小平和陳雲的一個陰點的結果 你不能夠說 我因為江澤民 因為鄧小平和陳雲的陰點江澤民 所以他成為第三代的領導人 你變成了你共產黨很難看的 所以一定要講到江澤民是有功勞 那什麼功勞呢 在當時的環境來說 他的功勞 就是能夠扯得上 和他有關的功勞 就是他執行這個 這個旗幟、鮮明、反對、動亂 其實呢 旗幟、鮮明、反對、動亂 這件事不關江澤民的事 江澤民被召上北京的時候 他都很成亡成恐的 他都跟他太太說 就是擔心這個 這次去北京 是和是福都不知道的 他自己都跟他太太這樣說 所以其實是很勉強的 就是說他是這個 歧視、鮮明、反對、動亂 捍衛、社會、主義、國家、政權 維護人民根本利益 就是這個是 就是你不這樣說 你變成不能夠 樹立江澤民接班的合法性 是吧 合法性和合理性 所以他一定要帶上這一筆 江澤民在這樣的環境下接班 那一定要說他 是堅決維護這個黨的利益 那才能解釋到他怎樣要接班 因為當時來說 大家都知道 六四鎮壓之後 黨內很多人不服氣 就是不服氣 為什麼是江澤民接班 當時陳希同 就公開表示這種不服氣 所以陳希同 在鎮壓完六四運動之後 他是第一個被鄧東姑的人 就是因為他不服氣 就是說鎮壓的功勞 實際的功勞是在北京手上 就是北京是李錫銘和陳希同 一個是市委書記 李錫銘是市委書記 陳希同是市長 當時來講兩個人 是扮演了一個重要的鎮壓的角色 為什麼鎮壓完之後 江澤民穩定了之後 為什麼不是李錫銘或者陳希同來主政呢 而是由上海調江澤民入京呢 所以當時李錫銘和陳希同都很不滿的 正正因為是兩個不滿 就是陳希同甚至公開講 為什麼是江澤民 言下之意為什麼不是我 所以第一個被鄧東姑的 在鎮壓派裡面 第一個被鄧東姑的就是陳希同 因為他不服氣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當時來講 江澤民上台 都是在黨內來講 是有不同的看法 為了要樹立江澤民接班的合理性 合法性 所以在這次這個盜文裡面 也都要加一筆說他是鎮壓有功 其實鎮壓真的與他無關的 老實講 但是呢 為了黨的利益 為了黨要樹立他的一個 接班人的合法性 他一定要這樣寫